日前在台中市镇大楼广场举办一项挑战金氏世界纪录认证 由250位师生把148件场景串接成厚达296页的立体百科全书 互动现场小朋友们一一打开立体书 一幅幅美丽又可爱的图画就在广场上呈现出来 场面相当壮观 一页一页掀开 小朋友抓着自己的创作小心翼翼的往前移动 长达106公尺 全世界最长的立体书正式亮相 要挑战金氏记录 这本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立体百科全书 融合在地故事编写 呈现台中观光景点 地方文化 特色美食和创意产业 多过小朋友天真可爱的笔触 呈现台中美丽的城乡风貌与文化内涵 因为冯甲烟是台湾算是地标吧 服装吧 看起来很简单可是真的很难 青泉港机场 它因为一点点缺点而没有办法站起来 这是我们走向国际化很重要的一步 挑战成功 让参与写下记录的小朋友和老师 余有容焉也十分开心 新唐亚太电视秋天喜 台湾台中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见